歡迎光臨 蘇經理剛剛那個問題是 我剛剛那個問題就說 是不是有時候是 因為是他如果這裡的 有時候雖然是這裡痛 可是問題不是這裡 而是他其他的地方可能是 肌肉被協調了 不論是肌肉不協調 或受傷而治 因為像我有第二次痛的時候 是因為我在疫情期間 有一次就是趕時間 我就跌倒 跌倒之後 我就這樣去撐地板 所以這邊就受傷了 那我受傷之後 我那時候去急診 急診照X光看 骨頭沒受傷 我想說骨頭沒受傷 沒事就冰敷就沒事 可是我發現呢 它裡面的軟組 是顯然受傷的 因為它後來 像我現在就握力不行 我沒有辦法很用 就轉東西或什麼 然後奇怪的是 它從這裡一路往上痛 對不對 差不多 所以有的女生 那個什麼礦泉水 扭不開 那是真的喔 我最嚴重的時候是扭不開 那我現在比如說 為什麼要假的 有些是問的 假鬼假怪就對了 曾大哥幫我開一下 人家打不開 沒有遇過 學得好傳神 像我現在還不能 還不能完全是說 比如說我們要用 那個電動鎖螺絲的 要這樣拿著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按下去 因為太太 我這個動作按不下去 按不進去 然後呢 但是奇妙的是 它從這邊開始 但是後來就一路 有一天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連這一段都在痛了 後來有一天 到上半段還會痛 到有一天我連肩膀都痛 我想為什麼呢 我明明就是這裡 但是真的 它就是 不知道它是不是 我的機構改變了 還是怎麼樣 就一路痛上來 補充一下 剛剛講過 女生在你面前打不開 人家打不開 如果有女生在你面前 那是米蘆 不用用蓋子 用牙齒 差太好浪漫 來 回答 就是其實跌倒撐地板 這個東西 然後民眾都會被送 或去急診 然後照給他送完片 然後醫生就跟你講 骨頭沒事 但因為你的症狀實在是太像了 就是通常這個情況的時候 是我們這邊有一個結構 叫三角纖維軟骨 那他負責的動作 就是要把我們這邊的 擾骨跟尺骨綁在一起的 我們就是手掌 會承接在我們的前臂的骨頭 前臂有兩塊骨頭 就是大概沒有念過大題 也看過骷髏頭的 前臂有兩塊骨頭的這樣子 那他要讓這兩塊骨頭對齊 承受我們的長骨的那個重量 所以他現在就是 素心他現在就是那種 比如說有時候手這樣旋轉的時候 都會覺得這邊有點怪怪的 那為什麼會往這邊痛呢 因為這塊骨頭的連接點 除了在這邊之外 還在手肘 所以我們不是痛哪裡 問題在哪裡這樣子 所以你不是有一個病患 是痛這裡 結果是別的地方出問題嗎 有啊 有啊 就是我今天有一個病患的話 他是一個妹妹這樣子 然後他肩膀痛 然後我就按照我的原則 照理來轉變少了超音波 找不到問題在哪裡 因為我想說問題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就一路往他其他地方找 一路掃 結果他是就是鎖骨跟胸骨之間的韌帶 斷掉了 那他當然不記得他什麼時候斷掉的 但是左邊跟右邊比起來很明顯 就那邊是斷掉的這樣 這個概念是 那對不起 這裡的韌帶怎麼會斷 還是說運動 然後或者是撞擊嗎 撞擊才會斷 打籃球腳的韌帶斷 對不對 對啊 這裡怎麼會斷 運動有可能 就是我之前遇過 有一個這邊斷的是 高中式跳街舞的 有地板動作 我們的孫正 巴黎的奧運的 巴黎奧運拿到門票 批立舞 那個真的是精采 就是有可能 這個有可能這邊會斷 但因為我們的肩膀是身體 全身上下活動度 最大的一個關節 瞭解 他純粹靠肌肉 把他抓在我們的身體上 然後肌肉連到哪裡 連到我們的肩胛骨 肩胛骨跟手骨 兩個人把他抓在我們的身體上 所以我們就那個 那妹妹就開始找 就這邊沒有沒有 他一定哪裡有問題 這樣一路找就找到 這條人在斷了 那現在經過治療之後 肩膀也好很多 那這個惠文你這邊 有一個朋友他是醫生診斷 叫頸椎壓迫是不是 對 就是我們剛剛也講嘛 有時候你的肩膀痛 或是各樣的疼痛 其實不一定是 你以為的那個地方出問題 那他是一開始 他年紀跟我們相當 他是一開始呢 他診斷是頸椎壓迫 所以醫生當然是叫他說 要去拉脖子做復健這樣 可是你知道大家都會有個逃避心態 就算我初期的時候 我也是逃避心情 我會覺得說不想承認我就是 年紀到了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到處找 什麼中醫啦 然後到處去做一些其他的治療 然後繞了一大圈 然後因為他也是在媒體工作嘛 所以其實各式各樣的訊息很多 然後他都去嘗試 可是他就發現說 一樣跟我們剛剛的狀況 大家都是試了之後 可能短時間有效 可是沒多久 他又恢復了這樣子 所以他就覺得說 其實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你還是要尋求正規 比較正規的治療 他後來也是回到了做復健這邊 然後乖乖的去做治療之後 他是慢慢有在緩解 而且他跟我分享 因為那時候我很辛苦 然後也覺得很沮喪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不要一直想著 要不要完全好 要讓他一下子完全好 他說其實像這樣子有病程 或是他比較慢性的疾病 他後來是轉念 他覺得說 我只要找到 能夠跟他共處的方法 只要他的疼痛 是讓我可以接受的 我的生活中 不會那麼的受影響的情況之下 我只要恢復到這個程度就好了 所以他後來也覺得說自己心境 因為我覺得真的啦 就是像剛剛文婉姐 大家都有分享到就是 那個疼痛痛起來 像我那時候真的初期 我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我會被痛死 對 一下就醒了 然後你知道嗎 你睡眠睡不好 你的症狀更嚴重 因為他就更發炎 然後更發炎 你就更睡不好 其實它是一個惡性循環 我只要趕播 有一個壓力是什麼 我也要請教陳醫師啦 好不好 來 休息一下 孫子 有關 你 在這裡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